180 其實最少是190 我看這應該有190 有190 好 那邊那個 那個是撞 這邊是高 這滿精采的 應該滿精采的 對 哈薩克的凱莉朗 是剛剛以8比0 知道結束比賽 已經把我們這個過空制 給打到這個銅牌戰去了 我們埃及的選手 Honey 攻擊的氣勢心都非常的旺盛 所以呢 防守的人還是 他雖然後退有出拳 攻擊的人得分 是 因為你退的時候你的 我們叫殘心 就是說你的那個 身體的都變了 所以就不可能給你判分 就是六要素 你們的一個要素 這兩個壯漢都很 我看這個埃及的選手 雖然說 個子沒有那麼高 可是 他這樣這樣抓起來非常的靈活 速度也很快 沒錯 你看他現在跟竹城講說 他踢到我的手臂 但是竹城不管他 對對對 剛剛這個回旋廳是拿下了一分 所以現在 兩分 給他兩分 踢是兩分 所以現在2比1 2比1 就現在又搶攻了一分了 就2比2了 對 平手了 平手了 這兩位選手攻擊的企圖性都很強 而且可能看來都經驗非常大 非常 他們有可能一年裡面兩個人會碰好幾次 這個優秀的選手其實在國際比賽 你的這個量級喔 怎麼碰大概這幾年 就是這幾個 沒錯 你彼此都非常熟悉了 他雖然腳步那麼大 但是他的前腳還可以踢 踢出來 他雖然腳步大 但他可能重心還是維持在比較上面 所以沒有那麼低喔 所以他的踢的這個動作還蠻快的 沒錯 你看瞬間的一個 椅位馬上接一個迴旋 但是 因為可能這個速度跟力量就稍嫌不足 哇 這個是很漂亮的 你看看副實演的比賽 不錯 這帥帥的很漂亮 你看看 是 接續的攻擊的這個時間呢 掌控也蠻好的 不過 因為沒有構成得分喔 要不然整個比數喔 就會拉到一個三分的差距 反而呢 是 看了一個警告 出了兩拳 但是都被他擋掉 那手很快 手的動作非常快 非常快 非常快 其實我如果說要這個 踢 腿部踢的動作 得分 要得比較高分 真的也是應該的 因為肌肉踢完之後 你回來的那個 時間跟空檔都比較大一點 沒錯 很容易會被對手攻擊到 如果你沒有得分 反而還失分 大部分都這樣失分 是 所以腳的攻擊啊 有時候是贏了很多 才會去用腳 要不然就輸了很多的時候 沒錯 沒錯 所以現在呢 這個 埃及又獲得了1分 目前已經是3比2的領先 是這個 沒錯齁 嗯 會看到這個 這個哈薩克的選手呢 這麼壯 在想到剛剛啊 我們的這個國公 就這麼乾薄 兩個人在這個 女賽比賽這個畫面 其實還蠻有趣的 欸 蠻 蠻辛苦的 對 對 對 哇 這個 這個 很漂亮的這個 頭部的攻擊 對 目前是3比3平手 三十秒 三十秒 這個聲音是三十秒的哨聲 你看紅隊的 紅隊這個選手啊 他 在很短的距離 他可以連續出好幾拳 嗯 但是 因為這種出拳 連續 所以 得分的標準 裁判就不給他判定 對 因為有時候變得好像有點 亂拳 對 看不出來啊 嗯 不是這麼明顯的攻擊 沒錯 現在他們叫做平手 呃 要 要 要進入延長賽 延長賽 對 一分鐘 還要比出勝負 跟以前的先得點 咒死賽不一樣 好 我想要來一個掃腿 把他掃倒了 想要搶一個高分 嗯 就是沒有 沒有得逞 這兩位選手都不錯 他們都不會 故意抓對方 造成犯規 這一拳 呃 沒有達到要求 所以他的採討 沒有給他得分 還有三十秒 所以呢 有經驗的選手 應該要搶攻 因為等一下 萬一再平手就是 但是 要幾個裁判就決定誰勝負了 沒錯 所以你的這個拼鬥的這個鬥志 就很重要 對 我發現剛剛藍隊有抓住 對 對 對 好 警告一邊 時間到 所以裁判來判定 哇 裁判要決定這個選手的生死 哦 很值得 謝謝 謝謝 콧 謝謝 谢谢大家